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讲一个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 在我看来呢,非常搞笑 但是呢,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一件呢,就是关于印度 一件是关于美国和英国 那印度呢,在前一阵子我就听他们就在讲啊 就是要学习中国 中国不是推出来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吗 让美国非常的害怕 美国害怕中国呢,就是从中国推出来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开始的 而且中国呢,腾龙换鸟 就不再是瞄准着生产那些低端的产品 要换成生产那些高端的产品 技术含量高的,附加值高的那些产品 那这个印度呢,他们也是在寻求他们发展的道路 那他们就想呢,中国是他们的近邻 他们和中国的情况呢,有很多类似的 比如说都是亚洲国家,又离得这么近 在文化起源上啊,文化进程上啊 还有人口这方面,就有很大的相似性 所以呢,印度一直都是想超过中国 因为中国很成功嘛 就像呢,这个礼拜啊 星期五刚刚结束的 印度的第七届印度经济会议上面 印度的外长苏杰生,他发言的时候 他就说,他说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中国这样的一个邻居 他们发展的那么好 难道我们只是两手插在口袋里面 就站在那里,惊叹他们所做的事情吗 或者说我们说他们鼓舞了我们 我们也需要加强我们的竞争力和能力等等 印度总理莫迪从去年的时候 他就推出来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印度 还有呢,他们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到2025年的时候 要实现摆脱依赖中国 实现印度制造 那他们现在的情况呢 他们从生产资料方面 从产品方面 从电子数码这方面 全方位的现在是依赖中国 他们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尤其是呢,他们说 他们现在所使用的电脑以及手机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广大的网友朋友也有耳闻 那他们现在就认为说 我们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呀 中国他们有工人 我们也有工人呢 那中国他们有工程师 我们也有很多工程师的精英啊 那中国能够做到的 凭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 说我们要从现在开始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实现生产我们自己品牌的这个手机 笔记本电脑也一样 要实现摆脱中国的电脑 我们能让我们印度人用上我们自己生产的电脑 我们在其他的方面也要去赶超中国 他有的我们有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赶超他呢 说我们也要在5G方面 在氢能方面 就是氧气氢气那个氢啊 氢能方面 还有在电池方面 中国好像就是电动汽车这个电池是非常厉害的 在电池方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基因学方面 可能他是指比如说这次这个疫苗吧 中国已经推出了好几款疫苗 但是呢 印度一款都没有 所以呢 他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赶超中国 印度制造2025这方面呢 到2025年要摆脱进口中国的电脑和手机 这就是印度现在的一个目标 我就觉得呢 特别好像你不能自己来琢磨一些自己的道路吗 印度和中国真的是很相似吗 印度的那些工人能和中国的工人相提并论吗 印度的工程师能和中国的工程师相提并论吗 不管怎么说呢 印度现在把中国是当成了一个标准了 当成了一个榜样了 跟在中国的后面一步一驱向中国来学 我觉得这个呢 也挺说明问题的 说明现在中国是做得很强啊 成为印度的榜样 对吧 那同时呢 我就想说 中国制造2025 现在被印度拿过去用 这是不是抄袭啊 那如果说中国制造2025 他换成了印度制造2025 这里面呢 还换成了印度两个字 现在呢 就有另外的一个人呢 就全部都拿过去抄袭了 他是谁呢 就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啊 拜登在昨天的时候 他说他和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约翰逊 他和这个Boris呢 进行通话 他就向Boris提出来了一个倡议 他说呢 我们也应该搞一个像中国那样的一带一路 中国到处去给别人搞基础建设 他说我们也可以来给有需要的国家 给他们搞基础建设 来帮他们搞社区等等 我觉得这个就更加的好笑了 比印度的那个印度制造2025还要搞笑 我刚才给我老公讲的时候呢 给我老公笑个像 说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没有看到拜登和Boris Johnson 两人通话的那个视频 我是看的美国之音报道的文字版 美国之音就是这么说的 美国之音呢 在他的官方网站上 今天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拜登与英相通话 建议民主国家发起基础设施项目 抗衡中国一带一路 然后这里面就说呢 美国总统拜登 3月26号就是昨天嘛 3月26号说 他当天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 建议民主国家也应当推出一项 可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基础设施方案 拜登对记者们说 我建议我们实际上应该有一个类似的倡议 由民主国家出力 帮助世界各地那些事实上有需要的社区 拜登还说 我们一定要和中国竞争 一定要把它打下去 我在任期间 只要是我当总统一天 我就不能让中国超过我们美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担心 他当完一届以后 中国没超过 等他卸任之后 别人当第二届的时候 中国就超过了 所以呢 他现在还有一个想法 原来他说他当一届就得了 第二届就不再竞选了 但是呢 他现在就说 他有意要再继续当一届 还要进行下一届总统的这个竞选 现在我们就看到川普呢 现在有意2024年王者归来 那2024年呢 拜登和川普还是有一场敖战 再说回来 就拜登说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他根本就没有理解 中国这一带一路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不仅仅是说 中国的那些外汇呢 用不了了 然后呢 到别的国家帮他们搞基础建设 然后把这些钱呢 花出去 然后同时呢 还用这些钱来产生一些钱 还解决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的剩余问题 解决了就业的问题 不仅仅是这个 根本就不仅仅是这个 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实际上就是和他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一样 是一带一路 中国古代那个丝绸之路 就是为了中国的这些产品能够走出去 然后顺利的到达他的终点 是这样的 一路走 一路卖 一路就留下来我的货物 我是这个意思 你看 这个拜登 他完全都没有理解到 在中国的屁股后面一步一驱 这个呢 一方面觉得可笑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也挺自豪的 中国现在 虽然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 虽然说中国人均GDP呢 比美国的那个差距还很大很大 虽然说中国其实很低调 但是呢 中国真的是独创性的 有自己的思路 有自己的方针 有自己的策略 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 如何来发展经济 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呢 能够走出去 开枝散叶 都有自己的想法 一步一步都是自己推出来的 一带一路啊 中国制造2025啊 腾龙换鸟啊 等等这些 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道路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 不仅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跟着中国学 拜登竟然能够提出来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他们的脑子真的是空了 他除了打压中国以外 都没有自己的招了 发展自己的经济都没有招了 光顾着去打击中国了 这个呢 就好像是下棋似的 你是一个主动进攻一方 你还是一个防守一方 你这臭棋篓子呢 就是你走一步呢 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棋子都送到人家的马嘴里面了 都送到人家的炮口底下了 然后呢 就是人家下一步 然后你就赶紧躲 人家下一步 你就赶紧躲 只是被动的防守了 美国已经是这样了 然后呢 就关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 中国应该赶紧去注册一下 应该注册这个知识产权 注册商标或者专利 这两个词是中国发明的 你怎么能说拿去用就拿去用呢 这不是剽窃是什么 我觉得特别的讽刺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